今天影片是要跟我一起來剖豬公 就是這一隻 它是最迷你的豬公 但是它已經存滿了 所以有點重量 那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我為什麼用豬公存錢 是因為我之前有就是試過 你把零錢存在某一個盒子裡面 甚至是你用密碼鎖就是把它鎖起來了 我還是會把它打開然後花掉 或者是說你存在銀行裡面 那有時候你上網網購可能買一些東西 然後你就決定手滑就把它刷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可能豬公就算是一個無痛存錢法吧 那我裡面的話是全部都是50塊 但是一開始我只是有設定50這個數字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存錢就可能是10個5塊 5個10塊我還是會投進去 因為這樣總數還是50嘛 所以下面會有少許的10塊錢 但是後來我覺得還是全部從50塊好了 所以下面會有一些少許的10塊 那其餘都是50塊 所以我現在來先秤一下它的重量 然後等一下再把它剖開啦 我拿了一個就是烘焙用的這個 看看有點重 完蛋 太重了 沒辦法秤 那我要去拿提重機了 3.1公斤 所以這一隻小豬公它的重量是3.1公斤 那我剛剛忘記提 就是如果你都存零錢50塊 我覺得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變相省錢 可能你在錢包裡面看到零錢有50塊 你就選擇不要花那個50塊 因為你50塊要拿回來存 或者是說你買東西的時候需要用到白鈔 那你用白鈔就會找錢嘛 所以你花的金額最好就是不要超過50塊 因為這樣子它找錢就會有50塊可以拿回來存 所以我覺得說這算是一個變相省錢 我今天準備了兩個工具 就是美工刀跟剪刀來鋪我的這一隻豬公 那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猜一下 就是現在這隻裡面的豬公 預估大概會有多少錢 我覺得應該 應該會有6000塊 我猜啦 但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其實我一開始就想說 可以用一個50塊的重量去換算 但是我裡面還有掺雜一些10塊錢 所以用一個50塊去換算的話這樣不太準 而且還要扣到這隻豬的 就是這一個空的豬的重量 進重 所以就沒辦法去預估多少錢 那我現在要開始剖豬公了 先跟這隻小豬道別一下 我大概存了一年多快兩年 應該有兩年的時間 因為我也不是每天都要存 就是有零錢就存 比較佛系的存錢法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脫欸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脫欸 可能 從 就是 頭零錢那個地方 下去 下去了 就算是 就先把錢買去 那些東西 很快 屈用 1個 2個 1個 2個 3個 其實我不知道用剪刀比較快還是用眉弓刀比較快 但是剪刀應該會比較難剪吧 換一個工具試試看 對 剪刀比較難用 剪刀比較難用 沒事 嚇死我了 大家用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沒有沒有沒有要繞我的手 現在是還沒有還不能翻開 應該可以吧 哇 這樣看起來很多 那我好像也不用倒出來耶 但是倒出來好像比較壯觀 因為這樣子就比較剛好可以直接算錢 算了我不要倒出來好了 因為它這邊已經 就是都已經一疊一疊的 然後我倒出來的話算會更麻煩 所以我就不倒出來 就是這樣子已經變一半的助攻 這邊計時看一下我用多少時間好了 這邊計時看一下我用多少時間好了 好 預備 開始 就是10個50塊疊一疊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存助攻 我以前就是小時候的時候也沒有用助攻存夠錢 所以我在買的時候我就選了一個最小號最迷你的豬 他們還有更大的啊 但是其他大隻的豬公我是覺得我沒有信心可以就是存完它 又怕我半途而飛 所以就買最小的 這邊有一些石塊 對 在算錢的時候可以跟大家閒聊一下 就是因為今天是 今天錄影的時間是 今天錄影的時間是 5月26嘛 那昨天因為 三級警戒又延期了 延長了 所以我原本 這一個週末是要去做指甲 去換指甲 因為我的指甲長太長了 但是因為三級延長了 我就必須得取消 其實店家也是說要延期或是取消 因為他們也擔心 然後我也很擔心 所以長長的指甲我可能會想要把它剪掉吧 然後應該最近就不會做指甲了 還好我剛剛沒有倒出來 因為在豬公裡面的錢都是這樣子一排的 所以真的可以省去很多時間 如果剛剛全部倒出來的話 再加上我有做指甲 我會在桌面上一直這樣扣扣扣 然後有講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我要自己算錢 就直接拿去 給郵局或者是銀行 就是直接用機器算錢就好啦 可是我覺得說我都存了這麼久 要享受那種自己算錢 然後把它剖開的這種樂趣 這樣算是樂趣嗎 就很像 你每個月在對發票的時候 就是從一碟發票 然後自己用紙本的 就是用手去對 而不是用這種雲端發票 因為很多就是載具 雲端發票系統 它就會直接跟你說 你這個月中了多少錢 或這個月都沒有中 它就會自己通知你 可是如果是紙本手動對發票的話 就是跟算錢一樣 應該就是享受其中的樂趣吧 鍋頭欲身 是正面的 是經常來自動作的 從外面再進行 會有任何人搬到 天津 那些蜜色 我只是包著 隨便 了 我先回家 吃 一定是 搞定 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家都是穿着怎么样 因为我最近就是这几天每天都在家 然后不太会出门 就是出门只会就是去买午餐 就是一出去就会立刻回来 可能十分钟在外面 然后就立刻回家那种 即使是那种我出门就是 因为都戴口罩嘛 在家还戴眼镜 就完全素颜 那我这几天在家就是完全没化妆 今天就是特地为了拍影片 所以就是去洗了个头 然后化妆带影先进 不然这几天在家其实都蛮邋遢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学生或者是上班族 可能需要视讯的话 就会要化妆吧 但是我上个礼拜就是上课的时候上英文课就线上课 我还是一样就是素颜戴眼镜 然后就穿一个T恤睡衣这样 不知道大家会选择就是在家化妆还是就是都不化妆 我看网络上面是说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你就是每天不化妆的话 在家这个时候可以养皮肤 就是让你的皮肤不要碰到化妆品啊 然后让你的皮肤可以变好一点 然后又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说生活还是要有仪式感 所以就是你在家化妆的话 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有条例比较有规律吧 就是按照你平常做事或是上班的方式啊 或是去上课 该化妆就化妆 该打扮就打扮 但是我是自己觉得说在家好像是没必要啦 这边就是十块钱 哇 黑蜘蛛 对 好 所以这是最后的样子 1,2,3,4,5 1,2,3,4,5 乘以25 2,6,2,7,2,8,2,9 乘以29 等于 1万4耶 哇 然后我还没加这里 这样是100,200,300,加300 所以这样是1万4千8 我的天哪 我那个时候 我刚刚一开始前面是讲说我预估了多少 因为有千块吗 结果总额是1万4千8耶 哇 惊讶 真的是有点惊讶到我了 这么一只小猪 然后这样垂垂也有一万块 那我现在把就是桌面上这些钱都把它放到夹链袋里面 然后之后我想说等疫情比较缓和一点 再拿去邮局再把它变成现金 然后之后再拿去银行存起来 或者是说 直接拿去银行存 好像也可以 对 我到时候再研究一下 诶 我刚好像没有看我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大概十几分钟吧 对 应该是12 13分钟 这样其实比我预估的来想还蛮快的 我觉得我现在的手一定充满各种细菌 因为钱蛮脏的 好 都装完了 好了 都装完了 装完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我一起剖猪公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的 或是有想要看什么影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哦 拜拜